這個雲端白板裡面的部分就是剛剛的這個畫面 106對不對 106裡面的話 當然完成畫面裡面有這一些 當然其他的部分 我們要做出第一個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特別注意 上面會有一個綠島旅遊資訊 然後底下我們按部就班來做 分別要做什麼呢 分別做一個什麼 一個List View 這個我們上禮拜做過對不對 然後再做一個把圖放進來 那圖放進來之後的話 這邊一樣要做什麼 做一個圈弦 不過呢 記得在你的電腦裡面是圈小小一個 那在手機裡面 因為我們的手不是滑鼠 所以點的時候 有沒有 這麼大一個跟滑鼠不能比 所以你要圈大一點 不然的話怎麼 奇怪怎麼都點不到 因為你圈太小了 不是 你就說我明明有圈啊 你要想到使用者的那個 你不是說每個人手指頭這麼靈巧 手指頭也沒那麼小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它圈大一點 OK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在下面要做一個net bar 要坐在哪裡呢 坐在底下 底下叫footer 這個上面叫header 中間叫content 有沒有 所以它分成三個嘛 這個叫head 頭嘛 身體 跟腳 OK 所以你會發現它這個就是一個模擬 這個身體的結構啦 那當然如果前一題是沒有footer 所以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要 而且它會捲動 所以捲動的時候一定要固定在footer 一定要固定在這裡 那我們按部就把一個個來完成 那首先剛剛已經新增了五個網頁對不對 應該叫五個頁面了 不是五個網頁 五個頁面之後的話 那再來我先關掉一下好了 OK 好那五個頁面之後請各位自行在輸入什麼 輸入需要的東西 哪些東西呢 包含就是說 在data這個裡面有沒有 把下面綠島機場 然後貼上 南寮雨港 那個海生坪 朝日溫泉等等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出什麼 先做least review 那還記得least review怎麼做嗎 我這邊做出來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是會自動你有幾個選項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怎麼樣幫你放進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等於是複習 上個禮拜的部分 首先的話呢 原來的東西裡面 中間不是有個頁 有個內容對不對 你把那個內容兩個字刪掉 再來把 總共會有四個項目 假設這四個項目 因為可能重新再打 花一點時間 我就先打好了 然後放在記事本裡面 把它貼上 把它加上來 加上來之後要做什麼 第一步 第一個先打字 第二個怎麼樣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切到HTML 如果預設已經HTML就OK了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項目清單 或者你按右鍵 其實我印象中 好像也有項目清單的樣子 清單裡面也有什麼 項目清單 看你哪個方便 然後直接點這邊好了 點下去 OK 好 如果這一點的話記得 有的時候在記事本打完之後貼過來 它會不是換行 而是 它是換行不是換段 換段就是重新再換個Enter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中間不會間隔 換段的話中間會間隔 表示一個段落一個段落 換行是同一個段落 這個地方的話順便講一下 網頁設計裡面有P跟BR 兩個差異 我想各位有個概念就可以了 那我們再把它做成項目符號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特別注意 我們要做清單 如果你這樣即時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這個跟剛剛的差異有什麼 地方不太一樣 第一個當然因為它字太小了 你將來點會不好點 如果在網頁的話 比較好點 那我們再來做什麼 做超連結 所以選取它 底下的話就是什麼 頸Page1 這個我想之前做的還蠻多的 然後分別怎樣 把1234全部做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做123 分別把它做完 它才會有Listurview的效果 4 那做完之後的話 OK 切換到即時看一下 有了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點擊 會跳到Page1 然後 不過問題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手 畢竟跟滑鼠不一樣 滑鼠因為它比較尖 比較好點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放在手機裡面有沒有 放這樣子其實也不OK 很容易點到別的地方 所以怎麼辦呢 要把它放大 而且最好一長條 怎麼點都會是很好點 對不對 所以要把什麼呢 效果方法轉成Listurview 怎麼轉 特別注意哦 上禮拜講過 第一步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個 一整個選起來 好 那選的時候特別注意 有一個技巧就是說 你在選的時候 要記得把整個選起來 整個選有時候你這樣選 選不到整個 你會發現他選的時候呢 會只有選到部分 其實他這個項目方法一定是UL到UL 這個才是一個完整的 好 那我們必須要把整個選起來 可是你如果才在這邊選的話 是無法整個選起來 那你可以幾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 你可以移到程式碼這邊 把UL到UL選起來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可能對一般來說比較困難 或者你用第二種方法 下方是不是有一個UL 你就點這個UL 他也會幫你選這個 我覺得這個方法比較簡單一些些 所以第一步 你就有不要放這邊就可以了 第二步呢 找到UL 把UL選起來 有沒有 他自動會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個招我覺得會比較OK一點點 再來的話 再切到右上角標籤檢視器 裡面有一個叫JQuery MOBI 這個前面有做過 所以這個我想可能會忘記的 應該是忘記這個部分 然後做什麼事呢 把他的DataRaw 這個可以再拉開一點 就是把他的角色 換成Disturview就可以了 所以記得DataRaw 然後他一定是DataR開頭 所以往下找 他會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DataRaw 改成什麼呢 改成有沒有一個叫Listurview的 有點下去對不對 這個時候的話 請注意看 這個地方 就是一定要UL選了之後 這個資料標籤 找到JQuery MOBI 裡面的DataRaw 這個地方 然後點擊他之後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UL的後方 就會出現DataRaw 等於Listurview OK 實際上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在這邊打字 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個我覺得 好像對各位來說比較困難一點點 我的話OK啦 但是 有些書裡面就是教你們用左邊的 可是工程師OK 可是一般人不太OK啦 你將來熟之後兩邊最好都可以 當然最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點擊這個Listurview之後會有什麼效果呢 點擊有沒有DataRaw 然後有個Listurview 點擊 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呢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記 有沒有 他幫你加了這個東西 實際上本來沒有的對不對 點擊的這裡 他幫你加了這個 而且加的位置一定是在UL的後面 如果你沒有加錯的話 那這個效果一定就出來了 OK 當然如果說你不想記這邊的話 你就是一看到程式碼就討厭的話 你可以不用理他 OK 你反正這邊做對的話 效果應該就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項目符號如何變成一個 一個清單檢視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做完之後的話 按即時 OK呢 有沒有 清單就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用手指頭點 應該會比較好點 如果你剛用那個項目清單點的話 應該就沒那麼方便了 那其他的話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變個顏色的話 其實有沒有 就我剛剛講的 我們之前講的 DataSync 這個它的布景主題 印象中如果你要改個顏色 應該也OK 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這個列車尾本身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你點一下 有沒有 變藍色的 那如果你要變成黃色的 就是1嘛 變黃色 有沒有 OK 也就是說以後 你要針對哪一個東西去變顏色 就有 有那個五種顏色 有沒有 黑 藍 銀 灰 黃 那就是五種 第六種沒有了 除非說 你要到那個JQuery Mobile的官網 你要去定義 它有很多種顏色 可是你要額外定義 額外定義好像有點麻煩 後面我想應該沒有時間講到 不過如果有興趣的話 各位可以到JQuery Mobile的網站上面 它有教你怎麼去定義新的顏色 並且可以把它加進來 這樣的話 你可以做更多變化 比如說你這邊用個白色的話 銀色的 銀色其實有點像白色的 有沒有 就這顏色 那灰色的話是D 反而D好像比較接近白色 黑白銀灰黃 銀色好像比較像灰色 OK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定義出來的顏色 這個我想你不用死倍 反正就是多點幾下 你大概都記起來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項目符號就OK了 所以把它切回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什麼呢 把項目符號 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List 清單檢視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List B5